秋冬疫情爆发 大小医院天天爆满 过去诊所看一次医生 挂号费大多落在150元 不过近期价格节节高涨 2023年六都多达375家医疗院所 大规模调涨 分别在50到100元不等 去幼儿园传染也很容易 对啊 就一直来看 其实这样花钱也是蛮多钱 家人来看医生要300块 让我们有点 就是有点小压力 六都375家医疗院所 涨价的数量是历年之最 包含台北市156间 桃源89间 以及台中66间 台北市涨价医院大宗 是中医诊所 新北市则是小儿科诊所 挂号费达到250元到300元 而单次挂号费最高的 则是核心体系特约门诊 一次高达2500元 那基本上是反映 基本工资的调涨 跟疫情后呢 那个房租的一个调升 有密切的关联 物贾飞涨加上 人事成本的大幅提高 再加上健保对医疗运手 打折给护 造成许多的成本增加 统计医院宣报理由 三大原因 包含人事成本 VIP服务升级 以及系统更新 背后更有健保点支缩水问题 因为健保受限总额制 看见民众越多 健保点支越被稀释 只好涨挂号费来补贴 这一次的冬天 在疫后有一波的 看诊量的上升 行政院也已经用 公务预算来做弥补 由于贯号费 不受医疗法管辖 诊所或大医院 收超过150元 只需要通报地方主管机关 被查即可 没有设定上限 因此消息会将会观察 医疗运所是否有 联合涨价行为 保护消费者 这周星期的问题 特别报道